高雄市三明区大丰二路一家银楼 昨今发生百徒洋装购买金项链 趁店员疏于注意 涉嫌抢走项链夺门而出 便加损失两条金项链 三明二警分局借由与银楼业者成立 LINE群组及时通报 阻断百徒嚣张 成功计获三明涉案少年 找回遭抢金项链 五小时内迅速侦破抢案 涉案殴近少年功称 因过年缺钱花用财谋义犯案 警寻后依强夺罪嫌法办 警方调查 欧16岁 吉典17岁 昨天下午4点30分前往三明区一家银楼 由欧假装购买两条价值31万元金项链 并试戴脖子上 见侧女店员转身打开大门后 与欧趁机逃逸 案发后 三明二警分局经由通讯软体成立 LINE群组传递讯息通报银楼相关业者协助追踪 欧近少年本人得手后 伟有李姓少年 17岁 先后于昨天傍晚6点20分 至另一家银楼销赃 店家质疑金项链来源 一条金项链来不及取走 20分钟后 李姓少年又至另一家银楼销赃 依然遭到店家质疑金项链来源 并报警 李匆忙间拿走金项链 游在店外等候欧等人借硬逃走 但机车来不及骑走 被警方查扣 以车绝人 沾案小组分析相关资料 锁定相关犯嫌动向 实施微捕 昨晚9点40分 远景趁三人在高雄市弥陀区弥陀活动中心聚集时 将三人具体到案 同时追回被强金项链 三嫌坦诚犯案 全案抢夺罪嫌法办 高雄市两名少年涉嫌洋装购买金式 趁女店员不注意抢走两条金项链后夺门而出 记者黄轩汉翻射 分享 高雄市三名区一家英楼被抢两条金项链 警方迅速破案 逮捕涉案三名少年 记者黄轩汉翻射 分享 警方找回被抢两条金项链 记者黄轩汉翻射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